Focus留在欧洲 如果今年你有计划去欧洲旅的话 特别要注意高温 因为欧洲的热浪已经提早报道 这个星期四开始 法国会飙高温 而西班牙已经出现了高温破了40度 这是20年来最热的6月 美国上个星期承受热浪很少 美国有6500万人是处在高温预警区 德州和奥克拉荷马州的高温有设施46度 拉斯维加斯43度 双双打破1956年以来的记录 现在是毕业季节 很多学校因为热浪高温直接取消毕业典礼 或是毕业典礼进行到一半 越来越多人身体不舒服紧急喊咖 10号一大早老老少少全出动 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参加毕业典礼 这名毕业生的83岁阿嬷 也兴奋地坐在球场的观众席界镇 却在几个小时的艳阳曝晒后 血压开始出状况 不得不接受治疗 不许这位阿嬷 职场毕业还没有结束 已经有七个人因为身体不适中暑送医 让校方紧急喊咖 这位格里高丽的脸上写着失望 他早在去年就毕业 却不巧碰上疫情让弊典被迫取消 于是他选择撞有了一年空党年 终于等到了可以亲自出席的毕业典礼 但没想到来搅局的从疫情变成了高温 尽管校方在事后 通过社群媒体承诺会再次补办 但因为行程安排等因素 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再参加 不止加州 这波危险热浪从西岸 一路横扫到美国南方和中部 周日有超过6500万人 处在热浪警示中 德州和奥克拉和马州的民众 面临46度高温 拉斯维加斯的43度也打破1956年以来记录 此时此刻欧洲西班牙的民众也有同感 从扇子 扬伞 甚至斗笠缺疑不可 狗公们也跳进水池里消暑 就连锁向无敌的变形金刚 这位跟观光客合影的25岁小伙子 也热到洞尾条 西班牙今年提早进入夏季 南部一些城市甚至飙上42度高温 打破20年来最炎热的6月中旬记录 在大太阳底下坐劳力活的蓝领阶层 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 餐厅服务生清理完桌面 回到有冷气的室内 仿佛天降干凌 不只当地居民 造访西班牙的游客 也四处寻找遮蔽处 甚至拍下温度计的照片留念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 受到北非的热空气影响 这波高温直到这周二和周三 都还会继续攀升 预计将比往年此刻的温度 平均高出5到10度 西班牙政府已经出动 七架洒水直升机待命 而相邻的法国 预计最高温会在周四到周六 出现并持续向整个西欧蔓延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